大家好我是Jerman,歡迎收看今天的Jerman開箱區 今天會給大家的開箱是久違的耳機開箱 而且今天的開箱形式會比較不一樣 有點用對決的方式來進行開箱 什麼意思呢?新的耳機是我手上的神送的Galaxy Buds Pro 就是他們最新的無線藍牙然後主動抗噪的耳機 然後他這一套對決的對象是iOS陣營 Apple陣營的AirPods Pro 那為什麼拿這兩個來做對比呢? 因為我覺得三星也算是安卓旗艦非常代表性的一個廠商 那他自己的原聲系統也出了一個藍牙耳機 那iOS眾所皆知就是這個AirPods Pro 那當然AirPods Pro已經出一陣子了 所以這個Galaxy Buds Pro算是後進者 所以理論上他在一些細節可能會再更強一點點 但我覺得兩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包括他的主動抗噪 包括他的續航力 然後售價也算是接近 雖然說在定價上 AirPods Pro是7990 然後Galaxy Buds Pro是6990差1000塊 可是在終端市場上就是各個通路會打折 那打折完我們去查大概都是6000塊上下 那當然價格有一些小貓膩 我們最後會跟大家分享 總而言之這一支影片 我們會蠻詳細的來分析這兩支的優劣勢 然後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目前為止這兩個算是兩大陣營的真無線藍牙耳機 他們的就是到底我個人的想法怎麼樣 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兩者的充電盒外觀 Galaxy Buds Pro的充電盒使用方圓形的設計 體積相較比較窄 那這樣子的造型小巧很多 在包包內或口袋內的佔用空間也會比較少 而AirPods Pro的外型是橢圓形的造型 體積其實也不算大 但是會比較寬一點點 那兩者含耳機的重量都是58克 那來看一下開蓋的阻擬感 AirPods Pro做的阻擬感相當的細膩 是一個相當難超越的手感 而且它單手開蓋非常的省力 甚至偶爾有些人會把它拿來當作 塑壓玩具玩 簡單捏著往後推就可以直接推開來 而Galaxy Buds Pro的阻擬感 其實也做得不錯 但是我們覺得它的這個蓋子的磁力做得太強 也就是說開蓋要花比較大的力氣 導致單手要打開是非常吃力的 那因為充電盒做成扁平的方圓形 所以你在單手打開就算你的力氣夠開 可是開的那一瞬間 如果一不小心戳到那個耳機 可能耳機會直接噴出去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連線速度 AirPods Pro跟Galaxy Buds Pro 在自家的手機上都有專屬的連線動畫 蘋果自家的H1晶片讓AirPods Pro的連線速度更快 經過實測AirPods Pro的連線速度大約3秒 而Galaxy Buds Pro 5秒 其實5秒這個數據也很快了 只是就輸了AirPods Pro一點點 進入藍牙設定後 這兩款耳機都可以自訂噪音的控制選項 但在Galaxy Buds Pro要進行比較細節的功能設定的話 必須額外安裝一個Galaxy Wearable App 那在這個App當中你還可以設定按鍵功能 還有360音訊還有等化器等等的 而AirPods Pro因為走的是iOS自家的系統 所以直接透過一個頁面 就能夠來控制耳塞的服貼程度 調整空間音訊等等的 但其實AirPods Pro系列還有一個隱藏的頁面 能夠細節調整聲音 在輔助功能裡的音訊視覺裡面 有一個耳機的調教 在這邊可以針對AirPods Pro 來進行不足的音域明亮度來進行調整 所以其實在音域還有音質的調整上面 反而是AirPods Pro能夠提供的選項比較多 但Galaxy Buds Pro在軟體面的調教上 就是多了360音訊 還有多了語音訊測的功能 在續航力方面 AirPods Pro當耳機開啟降噪通透能夠聽4.5個小時 加上充電盒大約可以提供24小時的續航力 而Galaxy Buds Pro當耳機開降噪跟通透功能 連續停可以到5個小時 加上充電盒能夠提供約23小時的續航力 在續航力方面兩者可以說是伯仲之間 接下來是配戴感受 AirPods Pro的耳機做亮面處理 耳塞是做橢圓形的形狀 而且是特規的耳塞 戴起來沒有什麼異物感 非常的服貼 但因為每個人的耳闊耳道都不一樣 所以耳機的服貼程度也會有一些落差 有些人戴AirPods Pro比較容易掉 像我戴偶爾會掉 但有些人戴就相當的牢固 但以我們的體驗來說 我們覺得AirPods Pro的人體工學配戴感受 是做得非常好的 而Galaxy Buds Pro的耳機表面做輕膚材質 耳塞也是橢圓形的 同時它也是特規的耳塞 那戴起來呢 我們會覺得比較有一點點的異物感 就會比較塞比較脹的感覺 那因為兩者都是主動式的抗噪耳機 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抗噪能力 那經過實測 我們覺得兩款的主動抗噪能力不分上下 但如果要細分的話 我們覺得Galaxy Buds Pro的被動抗噪能力 要更強一點點 它能夠讓你以更安靜的情況下 再利用主動式的抗噪來消除更多的噪音 但犧牲的就是配戴感受 就如前面所說 它戴起來會有一點點的頸 當然也還是不會到很緊 但是就是音要比的話 還會有一點點細微的差異 那兩款耳機也都有環境音的模式 也就是所謂的通透模式 Galaxy Buds Pro的環境音模式 有四個等級可以調整 以環境音表現來說聽起來相當的自然 但偶爾還是會聽得出來是麥克風收音的 如果把這個環境音效開到最大 周圍的聲音會放大到 比平常人耳聽的聲音還要更大 有一點類似助聽器的感覺 而AirPods Pro的環境音 只有一個等級可以選擇 但它的通透模式收音會更自然一點點 比較沒有麥克風收音的不自然感 Galaxy Buds Pro比較特別的是語音偵測功能 這個功能在之前我們測的Sony XM4上也有 它的意思是你帶著耳機聽音樂的時候 只要使用者自己講話 耳機就會自動切換到環境音通透模式 過程大約只需要1到1.5秒 在這個切換的過程當中 音樂的音量會變小聲 你不需要特別拿下耳機 也可以跟周遭的人聊天 而且經過測試這個偵測蠻準的 就是如果是隔壁的人聊天 並不會進入到語音偵測 要帶的人自己聊天才會進入 接下來看一下耳機的麥克風表現 我們實際走到戶外比較吵雜的環境錄音 給大家聽聽看 測試測試 現在大家聽到的是我用Samsung Galaxy Buds 在公園講話的聲音 大家可以聽一下我的噪音 還有收音的音質的厚度狀況怎麼樣 測試測試你現在聽到的聲音 是我帶AirPods Pro 然後在一樣的公園一樣的位置收音 大家聽一下環境音 環境有一些小孩子老人在聊天 然後還有一些車子經過的聲音 那很明顯Galaxy Buds Pro 所收到的音質是更好的 AirPods Pro的人聲算清楚 但整體的音質其實流失的蠻多的 可能也是兩者的降噪演算法有所不同 最後來看一下最重要的播放音質表現 我們使用的平台是Spotify音質調到最高 理論上可以聽到的馬力是320 在測試中我們會分別使用 iPhone連AirPods Pro 還有S21 Ultra連Galaxy Buds Pro 然後同時交換耳機進行交叉測試 兩款耳機連自家手機聽起來的音質表現上 我們發現Galaxy Buds Pro的低頻更深 分離度更好 但缺點是中高音的解析度有一點點不足 而AirPods Pro的音質優勢在於平衡 中高音的解析力明顯比Galaxy Buds Pro還要再好一點點 整體來說AirPods Pro的音質也不算太差 但Galaxy Buds Pro的低音更深更重 如果你是喜歡聽人聲比較突出的音樂 AirPods Pro會有優勢 如果你是喜歡重低音的話 Galaxy Buds Pro會勝出 接下來我們交換手機連接測試 首先我們用iPhone連Galaxy Buds Pro 音質聽起來會比使用S21 Ultra連還要差一點點 我們推測是因為iPhone只支援AAC的編碼 沒有辦法完整的發揮Galaxy Buds Pro的音訊 有趣的是如果用S21 Ultra來聽AirPods Pro 這個音質也會變好 所以我們覺得好的馬率來推AirPods Pro 甚至未來如果用好的馬率來推AirPods Max 音質其實也都會變好 順帶一提 S21 Ultra的手機有無線反衝的功能 所以可以幫支援QI功能的充電盒進行無線充電 所以它可以幫AirPods Pro還有Galaxy Buds Pro來進行反向充電 所以在使用上三星的組合會更方便一點點 經過大概一個多禮拜的實測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工作室對於這兩個抗噪藍牙耳機的感想怎麼樣 我們分成很多細下我們做了一個表格 然後每個表格這兩個耳機各有優劣 所以我們很難絕對的直接講說哪一個比較好哪一個比較不好 那我們一項一項來講 我們從最重要的幾個項目來講 首先是價格 那我價格前面開頭講過說理論上這兩個在PC Home 就是全新的終端價格大概都是台幣6000上下 可是它的貓膩在哪裡呢 因為像我手上的這一個是我們當初買S21 Ultra送的預購裡 所以有一波甩賣你在蝦皮二手買 就是很多人買了他只要手機他不要這個耳機 他就會用低於6000的價格賣掉 所以你可能5000出5500甚至更便宜四字頭你就買得到 所以Samsung Galaxy Pass Pro你是在這陣子有機會買到便宜的 那AirPods Pro理論上更有機會買到便宜 因為要出更久嘛一定更多人甩賣 我必須跟你講事實上是真的他也有機會買到便宜 可是我不敢買 為什麼呢 因為AirPods Pro太多假貨 我們之前就有開箱過AirPods Pro的假貨 但那個版本的假貨呢 有很多就是會破綻 包括了開蓋的阻擬感 包括音質 包括抗照效果等等 但是後來有很多觀眾私信我說 目前市面上AirPods Pro的假貨實在太多了 後面的版本非常的新 你真假難分 你可能聽了一陣子 或者是你可能從頭到尾都不知道他是假貨 但是假貨理論上 音質或抗照效果一定有差 所以買便宜的AirPods Pro有買到假貨的風險 所以這不是蘋果的鍋 可是是消費者會面對到的風險 那第二個重要的就是音質了 那音質我跟Chris有非常多的討論 我個人第一印象是覺得Galaxy Paz Pro的音質比較好 畢竟他收購了AKG的整個集團 其實我覺得在中低音的飽滿度上面 我覺得他的表現比較好 可是Chris也跟我聊到說 其實在整個均衡性 人生的表現上他更喜歡AirPods Pro 所以我覺得音質這東西很主觀 但我覺得這兩個音質以這個價位來說 都算是中上都不錯 那就見仁見智 當然我知道這耳道式耳機是比較難在官方直接做視聽的 就是我如果講說什麼聽完再買有點像是幹話 但我個人 我個人的音質來說我比較偏愛他 那有些人如果你對人聲的解析度比較要求的話 可能AirPods Pro會好一點點 那我們在測音質的時候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 因為平常我們AirPods Pro都是用iPhone聽 那我們這一次特別用安卓的手機去推AirPods Pro 那當然安卓他能夠走的馬率最高是Ldeck 但是他只支援AAC 所以理論上音質要跟iPhone聽是一模一樣 可是我們聽起來好像 就是你如果耳朵很敏銳的人 會覺得比用iPhone聽還好聽 就是安卓推AirPods Pro音質還不錯 比用iPhone聽還好聽 為什麼 我覺得有部分可能有點類似這個 我們看影片的超材樣 就是4K的毛片轉成1080p的時候 即便解析度都是1080p 但是在銳度在細節在色彩上 有些地方會比原本的1080p更好 這有點複雜 我也不是專業的 但是大概是這種超 就是馬率超材樣的概念 總而言之 你們有機會的話 可以用安卓的手機去推推看AirPods Pro 可能有一些小驚喜好不好 那第三個重要的點就是抗噪能力 那抗噪能力的話 我們認為是在伯仲之間 可是有一個細節 就在主動抗噪上 我覺得是在伯仲之間 可是在被動抗噪 也就是耳道的塞的密實的程度 我個人認為Galaxy Buds Pro稍微好一咪咪 可是這導致它有另外一個缺點 就是有的時候 不管我換大的耳塞或是小的耳塞 它都會有一種感覺是讓我覺得 戴起來有點不舒服 有一點點沒有到很不舒服 就是一點點的障感 那在錄音的方面 我覺得無疑是Samsung的Galaxy Buds Pro 就更好 如果你有一些錄音需求的話 它會算是蠻明顯的勝出 但是它畢竟就是拿來通話用 你要錄到那種像我們這種拍片的這種電容的聲音 那肯定還是落差很大 所以如果你是要拿來唱歌的那種錄音 或那種專業用途的話 它是不可能勝任的 但是如果通話的聲音的厚度 就聽起來的舒服感的話 我覺得Galaxy Buds Pro好蠻多的 這點錄音上它是剩蠻多的 那在外觀跟手感上呢 外觀我覺得見仁見智啦 就是大家自己覺得哪一個好看 但是我覺得它畢竟是贈品啦 我覺得有擠牙膏 就是贈品是黑色的 消光黑真的就蠻普通的 沒有什麼亮點 但是它其他另外兩個顏色是 我看宣傳的影片跟照片是蠻漂亮的 可能有點像珠寶盒的概念 可是在手感上 真的我跟Chris兩個人都很不喜歡 它單手無法開啦 這單手開絕對有噴掉的風險 就是我這樣開OK 可是我在騰空開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你看我這樣戳到它 它很可能隨時噴出去 我單手開就有這個風險 那AirPods Pro這個算得很好 單手開是非常輕鬆的 不管你的手巧不巧 但我現在單手好像也沒有很輕鬆 但至少它可以單手開 就習慣它啦習慣它 我比較習慣它裝著保護套的時候單手開 但是如果以手感來說的話 它是完全亮面 所以一定幾乎是要裝個保護殼 不然基本上有一個禮拜 非常輕鬆就全部都是刮痕 那三星的這個材質 應該是不需要保護殼啦 可能也沒有得幫它出保護殼啦 就是它的量可能沒有AirPods Pro多 只是相對的它比較不需要保護殼 這個算是優點 但是它沒辦法 它單手開有點吸太緊 那下一點是延遲 延遲稍微我們測出來的結果 跟我們預期有一點落差 因為我們查資料都說 三星的會延遲比較低 理論上玩射擊遊戲 它的落差會 就是拿來打電競手的 的話會比較好 可是我們怎麼測 我們不管測射擊遊戲 或者是我們開影片 去對拍點 就是專門在測的那種影片的拍點 我們測出來都是AirPods Pro的延遲比較低 所以我們實際測試 覺得AirPods Pro的延遲稍微比它 以體感來說 我覺得低大概30到50毫秒 然後在防水的部分 是三星明顯的勝出 它到IPX7 那IPX7的理論上就是 你稍微讓水浸在水面一陣子 這都沒關係的 那AirPods Pro的防水能力 就沒有這麼好了 所以如果你在戴耳機 很容易遇到下雨天 或是一些會濕的場景的話 它會明顯勝出 然後最後在一些細微的功能 例如空間音訊 語音偵測 也都是三星Galaxy Buds Pro勝出 但我覺得也合理 就像我們前面所說 它是比較晚出的產品 它比較晚出的產品 永遠比較多的功能 是比較合理的 那綜合下來 我覺得這兩個都是 蠻優秀的主動抗噪藍牙耳機 那要怎麼選呢 我建議還是從音質跟佩戴感受 這兩個項目去選 其他的優劣是 就是各有各有優劣啦 但是如果你是很注重佩戴感受 你就你的耳道 你平常戴藍牙耳機 你以前戴那種耳牙耳機 很容易有脹感 你很容易覺得太緊的話 那AirPods Pro適合你 那如果你是覺得說 我中低音就是要強一點點的話 那我覺得AKG調教的Galaxy Buds Pro 比較適合你 我覺得用音質選會比較好選 然後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一定很多觀眾問我說 決定我就用iPhone 我怎麼可能會買 三星的Galaxy Buds Pro 我覺得還真不好說 其實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我們測下來 其實連線速度也不會到很慢 就是你可以考慮 如果你有機會跟朋友 買到甜甜價的Galaxy Buds Pro的話 我就是可以考慮的 就是如果你重視中低音的飽滿度的話 它還不錯 當然我知道 這時候有非常多發燒科技說 決定拿一個什麼BNO 什麼什麼的表現更好 我覺得OK也OK 大家都歡迎討論 就是我跟各位說 其實iPhone不一定要用AirPods Pro 其實有很多選項 那反過來 安卓陣營的人 適不適合買AirPods Pro 我覺得相較比較不適合 為什麼 除非你非常注重佩戴感受 不然的話 一個先天性的要素就是 用安卓的人就用Type-C線 你為了AirPods Pro有線 你還要再買一台Lightning線 不太可能 當然它也支援無線充電 如果你有無線充電盤 你用的很習慣 無線充電用很習慣 然後甚至 像S21 Ultra反向充電的話 幫它充電也OK 可是反向充電就比較麻煩 你不可能比較少 隨時隨機反向充電 它就擋一下 可是也會吸你手機的電 所以我覺得除非你超級重視 你超級喜歡AirPods Pro的造型 跟它的佩戴感受 可是話又說回來 你超級喜歡它的造型的人 你應該就會買iPhone了吧 所以如果兩個反過來的話 其實iOS陣營的人 是可以考慮Galaxy Buds 但是安卓陣營的人比較少會考慮AirPods Pro 我綜合測下來是這樣 當然也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你們的看法 所以這支影片我們做比較不一樣的測法 就兩支捉對撕殺 各個系相比 當然有些地方就比較殘酷 但是我覺得就要滿真實的 有機會的話也會為各位做不同的耳機測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就下次見囉 晚安 掰掰 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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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ing